這一次您會贏對手這麼多 您覺得您的勝選關鍵是什麼 我想這一次在我們的選戰的過程當中 因為其實新竹市雖然說只有45萬人口 但是說真的在這一次的選舉 佔了相當多的全國的媒體版面焦點 那我相信用這樣子的一個相關的一些 我們講說不管是對於候選人的關注程度 也間接的讓許多的新竹市民 可以看到高鴻安的一些 不管是在血精力或者是相關的能力上 讓我有這樣的機會可以展現 那當然同時我也非常感謝 在這一路以來選戰的過程當中 幫助我們的許多的貴人 還有我們的選舉團隊 以及許多的我們的市民朋友 一路以來的支持跟相挺 我覺得在這樣子的一個機緣巧合之下 才讓我們這一次新竹的選戰 成為了這個全國非常非常關注的選舉 那這樣子的一個結果也象徵了 我們偉大的新竹市民 用他們的智慧和判斷 做出了對民主社會最有價值的一個選擇 那我相信在這一次的選舉過後 我還是很希望說大家可以回復過去在選舉當中 所造成的仇恨對立跟紛擾 可以在選舉過後大家還是回復到正常的社會的運轉 那我自己也會努力的在新竹市政上面 雖然說沒有辦法取得說所有的新竹市民都喜歡我們 可是我一定會來照顧所有的新竹市民 在選舉過程當中我也感謝我的候選人的對手們 他們所提出來的政見 只要是好的我們都會來參考請益 並且進一步交流 同時他們所提出來對我的監督以及批評 我想這也是讓我在這一段時間裡面 快速的虛心檢討跟改進來成為更好的自己 所以我很感謝這一次的選戰 讓我可以在這時間非常短的情況之下 可以快速的成長 並且成為一個真正可以來照顧大家的新竹市長 剛剛沒有跟主席通電話嗎 不是跟郭董宣容來通電話嗎 說真的其實剛剛我的電話就一直響個不停 所以我還沒有機會可以一一來做電話的接聽 還有就是回復大家的訊息 所以可能要等一下結束之後 才有辦法一一來感謝所有在這過程當中 幫助我的許多的好朋友們 因為早上郭董有講到邪不勝正 您覺得這個正義回來了嗎 我想我不是很清楚說 郭董所談的邪不勝正 他所想要表達的意思 但是我相信在這樣子一個民主選舉的過程當中 有一些真的是屬於招搖抹黑的部分 那我相信市民朋友也會用他們的判斷和睿智 來進行他們最後的一個選擇 所以我相信今天的勝利不是只有高桓安的勝利 而是所有新竹市民朋友的勝利 那有跟沈慧紅聯絡上嗎 目前還沒有接到電話 那我可能稍後我也會來嘗試的聯繫看看 你們什麼時候會請辭立委 請辭立委的部分可能也會就是看一下我們目前的一個狀況 因為可能目前在立法院還有一些法案跟預算 可能還在進行當中 那我會利用一個月內的時間來將相關的交接程序 以及我們現在目前還有一些工作的部分盡快來完成 那我相信就是做一天和尚超一天鐘 我還是會努力把我立委最後的這些相關的工作把它做好 謝謝 因為您剛才在台上有講到要成立跨黨派的內閣 那是不是也有考慮邀請到沈副市長來繼續擔任您的左右 我想在不管是副市長或者是我們的市府團隊的內閣的部分 接下來的一個月的時間我會努力的來請議跟許多的一些 我們目前也心目中有一些人選的部分 我們會來請議與交流 那我想用人為財不分顏色 這是我剛剛也跟市民朋友保證的承諾 那我希望說未來我們的市府團隊是以做事情為優先 而不是說以政黨的利益為優先 這是我跟大家的保證 那請問會不會沿用北市府的 因為那個黃珊珊並沒有當選嗎 會不會沿用北市府的人才 謝謝 我想其實不管是北市府的人才 或者是我們在地方上目前已經有在尋覓的一些人才 都會是我的考量名單內 但是我們絕對不會向外界所傳言的 會把所謂的什麼北市府或者是民眾黨的整個搬過來 這個是絕對不實的謠言 我們一定是會在這一個月內的時間 盡快的來了解我們相關的一些我們意願中的人選 不管是在副市長或者是局處首長的人選當中 他們的意願以及他們的能力 我會盡快來做一個掐詢跟了解 目前已經敲定的有哪些可以跟我們透露一下嗎 目前可能還不方便透露 因為其實人選的部分也都還沒有真正完成徵詢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時間點不太適合來做這樣的公布 有人請問一下那個助理費的事情 會不會擔心民進黨秋後算帳 不會 我就是努力的來做相關的一些證據的提供 其實先前我也到北基站 主動來提供我這邊所有的證據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就是選後 我們會持續來做面對 而且我們會主動跟檢調來做配合 我們要去做宣誕室的設計 類似的設計 這裡的文長 我們要來做休息